一 董卓 乱臣贼子董卓自重影 龙熙林陶人 英雄纪月 卓富军雅 由威官为颖川伦侍卫 有三子 长子卓 自孟高 藻族 次级卓 卓帝民自书颖 封为池阳君 违规为他设置等令城等官员二 讨伐边疆叛论公元185年 8月 董卓败位曝鲁将军 随从车起将军张温讨伐北宫伯玉叛乱 11月 董卓与右扶风暴红等河滨攻破边章 寒遂军队 随之边章 寒遂逃到渔中 张温派周胜三万人追击 参军使孙坚触谋 断敌人梁道 周胜不采用 反而被敌人断梁道而大败 张温以诏书召见董卓 而董卓迟迟不来 到了之后态度骄横傲慢 于是孙坚劝张温斩杀董卓 张温考虑大局没有斩杀 会察言观色的董卓 早已猜到此事 从此与张温孙坚结了仇 公元188年11月 王国为陈仓 朝廷拜左将军黄甫松 前将军董卓合并四万人讨伐 陈仓被包围 董卓说赶紧要救援 然而黄甫松说 不然 百战百胜 不如不战而屈人兵 陈仓虽小 承受顾备 未亦可罢 王国虽强 功臣仓不下 其重弊疲 提而机之 全胜之道也 江河救淹 果然王国为了八十多天围攻不下来 公元189年2月 自己解围要退回去 黄甫松想出击 董卓却以狗鸡跳墙 穷扣墨追等理由 劝黄甫松别攻击 但黄甫松认为现在敌人疲惫 无斗志 正是追击最佳机会 从而追击 斩杀敌人万余人 小心言董卓从而恨黄甫松 三 董卓 其率领的西梁兵公元189年 林帝征召董卓入朝担任少府 他就上书说 没有给胡仁兵足够良想 不让他走 他需要留下来安抚 有新情况 在汇报 董卓不傻 他知道这种乱事 给你 他赖着不来 此时朝廷软弱 确实拿他没办法 到林帝并重时 下诏任命董卓为兵周末 命令他把军队交给黄甫松指挥 董卓又上书说 他跟军队感情深 希望陛下准许带到兵周 为国家守卫边疆 想夺我董卓兵权 没门儿 你皇帝快要撬辫子了 天下肯定更不安 此时 让我交出兵权 我可脑子没烧坏 董卓死活就不交出兵权 别人也不是傻子 此时 就有人早已看出董卓的野心了 等到林帝驾崩 大将军合计 司律校尉袁上谋划诸杀宦官 而太后不答应 于是他们想照董卓带兵进京洛阳 以此胁迫太后 董卓的账后 当天上路 并上书说 中常是张壤等人切决恩宠 搅乱天下 臣听说羊汤之废 不如府邸抽薪 弄破恶窗虽腾 胜似他侵入内部 从前照阳兴进阳之兵 以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 如今臣则鸣鼓到洛阳 抓捕张壤等人 以消除奸恶污秽 和太后还是不准